《經濟報》今天是推介智庫產業778 原因是港股昨天急跌 科技股指數跌至11月以來的新低 影響大市的氣氛 在實戰策略上 新經濟股短期不適宜買入 至於本地相關股份 可以等待港股回運後再作部署 包括智庫產業 如果對後市看法審慎 不妨在投資組合上加入價值型的REITS 目前在本港 持有16個私人住宅屋苑的零售物業 涉及300萬平方呎的零售樓面 以及2700多個車位的智庫產業信託 昨天是能夠逆市靠穩 走勢上 穩釀突破本港去去年三月封關前的水平 後市可以留意 智庫旗下的商場租戶主要提供生活必需品 例如餐廳、酒樓、超市和便利店等等 經濟復甦、消費的提升 可以為智庫的租金收入和出租率提供保障 策略上 我們在兩次市場的地址 製造了 我們在兩次市場的大選 可能會被人送的 這是一陣子的消費 我們在一陣子中 我們在家中